大家好 歡迎回到壞鬼聯盟的炮谷片 還想怎樣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軒仔 我是Jeff 我是鹿仔 繼續講迴盧的命案 Part 2 上集我們太過激烈了 主要是講了一點點心臟的感受 以及講了一個近期電影的風氣 現在這一集我們才正式進氣浴 講一下這部電影的我們想討論的位置 聚焦一點點是關於這部電影 Jeff好像忍了很久拳頭 握住了兩次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以近期香港電影來說 我自己覺得這部電影是稍微挺有個性的 而且裡面演完了也好 只不過我自己覺得 我對他裡面有一點是我自己不認同的 就是他對於命運的描述 我覺得是不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上網上都是在說命運的 即是說是 宿命啊 是的 但問題就是命運是不是這樣的東西 即是否只有這兩人 是的 我自己覺得他對於命運的描述其實是很單調的 是沒有想像力的 他考慮過就是現在觀眾不可以看得太一點 即是跟我們上一節討論的一樣 就是不要你思考那麼多 大家最嘗試的就是 就是你就是逆天而行 因為就是順天而行那樣 夠簡單嘛 那你大眾看 他必定會異明這件事 考量過 對於阿Jerp的樣子 對 真的不足奇他有考量過 因為其實是你所說的 他單一 我自己覺得 尤其說他單一 我自己覺得 他選了的 他描述得不太好 即是你說他是不是整套東西都 你都勾到一個題材 他可以貼到一個題材 但你最後就好像很隨便告訴他 其實你就是想告訴他 那個命運就是信和逆 我們先說信和逆 但是看看阿Jerp怎麼看 那個所謂 為什麼他覺得命運不行 這件事 已經震驚到說了 不是 我自己覺得是對的 你們說的 但是這個是處理的手法問題 但是我自己說 我認為問題是導演或者編劇 他對於命運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是錯了 我上網看訪問 尤賴海有一個說過的 我不知道什麼 細節我不太記得 總之就是他不知 年輕、年輕、年輕的 他看照片 嗯 他說你很容易想一邊 不過幸好你的人夠樂觀 所以你沒事 要不然你想歪了 你的命就是這樣帶的了 就是這樣說的 然後可能他這樣說 就變成了他這樣照版 就吸了下來 但是我自己對我理解 我個人認為 命運或者宿命絕對不是這樣 一說兩句起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天意弄人這四個字 是的 還有我自己覺得 他對於那個 他對於命運的描述 因為他裡面 他出了Nokman 他有那個Sir 那個Sir叫什麼? 吳廷華 吳廷華 有陳澤民 真是Psychopath的一個兇手 連殺兇手 專殺鳳姐 那Nokman就有這個 是一個虐待動物的前科 吳廷華也是專逐Lokman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命運在這裡 但是其實他的電影 他故意處理到 其實他告訴你 最大的敵人 並不是那三個 是 命是天 他故意告訴你 天才是最大的敵人 但是其實你看看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就是我一個很單調 因為他故意形容到天 是很壞的 是啊 他是沒有好運給那些人 那些人 甚至是好運 他都會說 其實是天才 就是給一些考驗 是啊 譬如他有其中一個 他比他中了立彩 但是他中了之後 其實是不幸的 是啊 之後又大洗 然後就做了這個職業 他裡面是一個好的命運 是沒有出現過的 他是沒有的 他是特意描述到這樣的 而且他是描述到那個 單調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是缺乏了想像力的 就是命運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你就這樣看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不覺得這個命運有多厲害 嗯 因為它變成就是 你說所謂的厲害 或者你覺得很難解釋 因為他已經整定了 而已 你要避免那樣東西而已 對我來說 他完全是不厲害的 而且 姑且我當就是 如果他是整定這樣 那個人甘願接受他的命運 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當作那個Lokman 他天生的命 他是要坐牢的 因為他殺人 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 你作為一個風水佬 你為什麼要特意幫 Lokman 強行幫他 是啊 沒錯 他強行想幫他 逆轉他的命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 所以他姐姐也有說過 叫林家棟不要太多事 是啊 還有他有一點 我自己覺得 他對於命運的描述是單調 就是 其實他裡面是 命運就是 你出一招 明天天出一招 是啊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不是這麼簡單 是啊 這麼好啊 我出完了等我出 是啊 好像打牌 如果他是很厲害的 你出去加尖心 他一隻大點 是啊 對啦 就一隻修理皮 令你沒有希望 是啊 我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出加尖心 他出的攜線 帶尖心 林家棟都覺得 還有得夠的 我覺得可能 也算好看一點 那就算厲害了 也算好看一點 他現在又不是 因為純粹你說 那個故事 我自己覺得 也算不錯 因為林家棟 其實林家棟 他的角色 對我來說 其實他有沒有 幫人改命 那個本事 其實是不重要的 在那個角色裡面 他最重要的角色 他在這個故事的作用 其實他是一個類似 叫做假先知的物體 是啊 他是要說 接下來會新的什麼 所以他才推動到這個故事 是 而可能我當 他說 你Loman 待會你會被車撞的 不過你不要緊 我有個玩具車 我先撞你 那就騙到天 那你就不用真的被車撞 那麼他片裡面 其實出現了很多這些 一開始已經是 很多的 沒錯 但問題 是你講出來的 是啊 他是沒有真的 他沒有真的 當然你可以說 那個故事是一個導演 他故意處理到 他故弄懸虛 他讓你知道 林家棟是否真的 那麼有本事 而且他很 他會給你考慮 等於 他就說 這等於 我們會想 我看完第一幕 我會想像 那究竟可能 真的可以幫忙 幫忙 他不會回到現場 但是當然 這是一個前設 是啊 他是故意的 而且他是故意的 你相信不過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 但是這一個 當然可以說 他告訴你 對於命運的猜測 是怎樣 但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命運 對於這個描述 是很差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那種單調的情況 是我在那部電影 我完全看不到 那些人對命運的看法 是怎樣 因為其實他裡面最強烈 對命運有看法 那個人只有林家棟 他覺得 不重要的 可以改的 但其實全部在裡面 每個人都不是這樣想的 他對於命運 是沒有什麼看法的 是啊 你通常都是 很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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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坷 給大家補充 就是其實他對於 在故事裡面 就是說陳澤民 吳廷華 林家棟 Lokman 他們這四個角色 就是最主要的這四個角色 他對於命運的東西 其實在電影裡面 我看不到的 你可以說他會有個行動 譬如陳澤民 他要殺鳳姐 他下雨的時候 會令他勾起一些不好的意義 他要殺鳳姐 但是他對於命運的看法 其實他是沒有的 Lokman也 他純粹是不想坐牢 他可以 他有一件事 就是他說命運 他不可以解釋了 因為命運 所以注定了他是要這樣 所以他要殺鳳姐 所以他要約貓 吳廷華 他要抓他 他之前很單面 他裡面是沒有一個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他不相信 他裡面很少一個說不相信 當然你可以說Lokman姐姐 都可以說是 但是他不是主角的角色 我當林家棟他信命你 但他覺得不要緊 可以騙個天 改的 其實都沒有叫改 他騙個天 但是如果Lokman那個角色 他是不相信的 他說 其實為什麼你要這樣 因為你小時候都喜歡理氣 你會坐牢 坐20年 你會殺人 但Lokman他信 一說完 他沒有一個 他真的沒有逆天 他是去到最後那一刻 其實那一刻 那個位置是突然的 是啊 他從頭到尾沒有說過 他不是就是自從他在中段 他知道林家棟會發瘋 然後他就開始有一點 好像突然 他變回正常人 是啊 因為那個瘋子對著他做一些瘋子 是啊 因為他沒有 我講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Low Country for Old Men 故事就是講 有個牛仔 牛仔就是 是Fanos那個演員做的 他有一天不小心 腦經了一個毒品交易現場 那些賣家死了 又有代錢 好像我知道 你看過嗎 他據為己有 然後那邊的人請了一個殺手 他打算拿一筆錢 當然遇到一個 他阻擋他就要殺他 但如果他遇到一些 他不想殺他的時候 他會怎樣去處理 殺不殺他呢 他會責公子 是啊 他會交給那個天 他不是長毛的 他不是長毛的 他就是這樣 對 他叫紮公子 那天要你死 沒辦法了 我要殺你 那天放過你就放過你 他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部戲裡面 有第三個主角色 就是一個老的警長 他不知是退休還是什麼 但他不知為什麼 他永遠捉賊的時候 就是他捉他捉的殺手 因為他已經是陣到殺了幾個人 那個老的警長 不知為什麼 永遠都是一萬多拍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他在部戲裡面 那三個人 他是充分地體現了 他對於命運的看法 那個殺手就是 命運要我殺你 我殺你 也因為命運 我也是拿你一筆錢 所以你給我賭 不是正常的 那個牛仔 其實他是逆天 因為他拿了一個 不應該拿的東西 我拿了現在就是我的 誰說你 寫你名字 因為其實他有某程度 是逆天的東西 因為他用這個東西 是爭刑逆天 就是你和我的問題 然後最巧妙就是第三個警長 他對於命運是完全沒有看法的 他對於命運是順流的 我捉不到就捉不到 有時候命運的東西 要你不要插手 你就不要插手 這三個人 你才體驗到他對於命運的看法 但是他在命案裡面是沒有的 他不立體 對於命案裡面 就是說你說完這件事 就引申到我之前 我剛才跟我們 在咪後也討論過 就是這部電影 甚至我覺得 他們是說 他很白龍鳳的 因為林家宕的角色 是要這樣 他是一個 讀信風水命理 他自己是一個體上的人 那邊相 其實我是很應該 看這類型的電影 叫犯罪電影 其實他是犯罪電影 其實他是犯罪電影 他其實是這樣的 我的支持者 應該看到更深層次 就是他們的內心事件 是怎麼想的 但是 他們對他們每一個內心的素材 比我這個觀眾 叫做 很流於表面 真的只用畫面 最重要是畫面之餘 他是很簡單地交代 只要趕月就算 因為如果你不夠他們的內心 其實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很難投入 你很難代入到 假如我是樂命 假如我是林家宋 假如我是不定 假如我是不定 你會怎麼做 為什麼他會這樣 而且我不會想為什麼他會這樣 就是你告訴他 他是這樣 是啊 他沒有的 就是陳澤民也是 所以陳澤民的劇本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隨便告訴我們 因為他小時候 撞老鼠 撞不死 他還有一支支響 所以 那時候下雨 所以每次他下雨的時候 就會刺激到他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只是這樣說完 觀眾都不能深入去看 其實你又想起 為什麼一定要奉者他殺 我不知道 是啊 他沒有說過 這件事也沒有說過 那他有少少雨夜屠夫 那些 所以 所以就變成 你又是 你說就是 對 少了思考的空間 其實裡面有很多大量的 我意思就是 你不停說也是 為什麼要 你整個這麼多賊 是啊 除非你又說回 可能他之前 因為他放過那個 類似的殺人犯 原來就令到他 就是這樣殺了很多人 是啊 他應該是 他之前放生過虐待動物的人 是啊 他變半加厲 殺了人 他很後悔 所以他現在一看到 Lokman 就追著他 不能放過他 他也沒有說過 是啊 所以我就說 他這套東西 你說他是不是扣得緊 那個題 他又算是 但是呢 他又扣得不夠出色 其實我覺得 他有點眼睛手低 少少 他是用了好像 好像吃杯麵的手法 去弄那件事 譬如 他的名字 名案 名其實是命運 是啊 那他也可以說 有些很杯麵的手法 就是 說明運的就是 他明運注定 是要咬Lokman 是啊 他不需要說之前的事情 不需要說其他解釋 但是他的宿命就是 他兩個就是糾纏不清 他去到哪裡都會看到他的 他每次想出事 就看到他的 那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在一起 甚至連那兩個追溯佬 都永遠去追 是啊 他永遠去追 吳詠詩的時候 又會碰到 吳廷華 又會碰到 即是他用這些 杯麵的手法 去說 但其實那件事 背後是很複雜的 是啊 因為他探討的 都算多 其實是五個角色 所以變相 你每次都說 都說得不夠深入 是啊 其實他像 你告訴我 他們全部都是一場巧合 多於是一場明運 當然你說這兩件事 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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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命運和巧合 但你的問題就是 你要在故事上 說服到觀眾 我為什麼覺得 這件事是命運 而不是巧合很重要 但你完全看起來 又會這麼巧 是啊 你會不停地想 又會這麼巧 其實像是 看著死神來了 你才會覺得他是逆天 他是有死神來了 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死神來了 即是沒有好東西 是啊 但他那種 你看到死神來了 你真的會看得出 主角是想逆天 第一集 即是他真的說 我想回 只要這樣這樣 就不用死了 對 對 但我起碼看得出 他們想逆天 是啊 但你說在命運 我又不太看得出 純粹你說林家棟想逆天 我也不覺得 他純粹是叫做 你會搞到我錯摸了我 其實他沒有逆天 他根本是瘋 因為瘋而 要避開一件事 是啊 一回事 是兩個想法來的 因為他故意 就是他有精神病前科 他就是有這件事 所以整件事變得很低 我坦白說 他是故意的 而那種故意 是很無謂的 是 如果你想說 那個人 他是相信的 你就相信 你為甚麼要加他的精神病歷史 令到他要這樣想 因為他變了 如果你專注在 順天和逆天 他有沒有病是沒有關係的 是啊 抽走了林家棟 林家棟有精神病前科 是啊 甚至是他的基因 他有的 其實你沒有拍劇 你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是啊 但如果你說 我當了 如果他沒有精神病 他家族沒有精神病歷史 他自己最後傻了 那就更厲害 是啊 因為他想逆天 他去到逆到最後 我都覺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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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多到自己 連我都懷疑自己 究竟我學的命 你有沒有用 是啊 還是順天好 你這樣傻 絕對好過你 會比較好 對 就是這樣 你這樣 我會覺得 命運是多厲害 就是你捉不到 是啊 當你以為是掌了 計算到 是啊 你以為是這樣 你猜到嗎 我走另一條路 是啊 你以為被車撞嗎 不是 倒樓 你吹到我掌嗎 就是命運 如果你要說 你要對抗命運 就是一個很虛無的事情 虛無就是沒有露燭的 因為你面對著 阿孫 柳海和 或者是 應同編劇 寫這個故事的 阿齊姆武Sir 他們覺得 命運可能是可以 他們的看法就是 所以就是說 我不是說什麼 如果這樣說 我的觀影的感受 就是沒有想像力 對我來說 其實是沒有想像力 中間 中間 Lokman 邀請進醫院 那裡 他開始 否白 或者交代 Lokman 背景 其實他中間 林家動員說了一句 他會生成的 他可以怎樣 他那句 其實我自己看過 我覺得 挺好 說得出這件事 有時候 你的爭吵點 就是他會生成的 那他可以怎樣 我初時以為 後面會不會大有發揮 誰知道 說說說沒有了這回事 正常你應該是要放大 但是他生成他可以怎樣 對 雖然下期他最後也有 勾回他的位置 就是他選擇了 不殺那個警察 就做回所謂正常人 但是好像隔了那麼久 時間那麼久 你才把這個點子 說出來 好像那個意識 已經淡化了很多 就是很簡單 其實也有一點 可能不關討論的主題 是Lokman最後的結局 即使我沒有看過他坐牢 但是你傷了一天 應該是有懲戒的 對 對 他沒有的 這些警察 對 他沒有的 你看看這些典型 應該要有這個位置 要有正確教育成分的 他沒有的 他還在吹哨口哨 很瀟灑 光明大怒 其實那件事 我覺得有點無聊 對 那些時候我又覺得 太過分了 對 即使他裡面的音樂也是 其實我想說回 他對於命運的事情 我是不能夠接受的 即使他出過的命運 就好像一隻哥斯拉一樣 是啊 他每天7時 9時就出來出城市 你就是出來擋 對 你又出來擋 只能捱過你一波 你就等下一波 是啊 他現在是這樣的 他現在變成就是這樣的 但是命運就絕對不是這樣 我很坦白說 對我來說 你也做了20多年 你對於命運 對啦 不是那麼簡單的 那樣東西 我認識到的時候也是這樣 哪個都那麼簡單 原來他這麼複雜的 原來他就是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的男人 你猜不到他 就是命運是否這樣 我這件事我真的沒有 不敢苟同 跟導演說 不敢認同 或者我自己覺得 是他的結局影響到的 即如剛才你們所說 他的結局玩絕一點 反而這件事可能會 他的感覺就會蓋到這些所謂的小缺點 即是他玩絕一點 你令人絕望一點 這樣可能會 抽走林家棟是瘋的那一部分 他最後鬥瘋了 是啊 我不是這麼說 那已經很好了 他輸了嘛 這樣會絕一點 是啊你這樣絕一點 因為現在你弄到不清晰的位置 就是為什麼 他有什麼 他只是在那邊說變花 我是花 但是就令到Lokman的選擇轉變了 覺醒了他 即是轉變了 那裡太急了 我是不明白的 還有他有一件事 你現在說起來 令我想起 而他那種 鬥贏的天 其實他也很膚淺的 你怎樣鬥贏的天 就是你阻止Lokman不殺人 是啊 還有就是我不殺人就可以了 這樣叫鬥贏的天 其實最搞笑的是 你說到Lokman一開始生成 他就是這樣 他怎樣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突然間令到他最後決定不殺人 那一個點是觸發不了那一刻 是啊 我當他不殺人了 那他會不會那天 有第二次殺人 第三次 或者我當了 如果那個天 他想為他好的 他殺完之後 即是在監獄他改過至新 是啊 這樣又行不行呢 是 其實你可以說 我當他殺人 但是他去到最後監獄裡面 他在最絕境的時候 他想通了 這些事情其實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你這個天氣多厲害也好 你對我來說 我是沒有用的 你以為這樣可以鎖死我嗎 沒事 我只要坐著跟你玩 這樣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叫聖個天 所以就是說他要玩得絕 那條條是應該可以玩很絕的 但是他偏偏去到最後就好像趕下班 快點下班 你發癲 你不要殺人 就是超人打壞 總之超人贏 對 超人贏 所以其實他的位置就是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的收尾 用另一個方式收尾 可能令這套東西更加昇華 你現在不是說他很差 但他本身的發揮可以再做得更好 我自己感觸 因為我對他的命題 都很膚淺 他告訴我 是逆天還是準天 我就看了 所以我自己不喜歡的位置 其實都很簡單 只有他們的音樂 所謂的搞笑位置 放在這套戲裡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 他本來的氛圍 帶給你的氛圍 不應該是有 不應該搞笑的 過於輕鬆 太過搞笑的 他做多了的就是有些交響 他其實真的很不合 他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嗯 是這樣的 其實這套東西是不是騙我 其實原來是這些片 最慘地又解釋不了 對 我就說當你嘗試把那個元素抽走 他有沒有對劇 對你的觀感有所影響 當然觀感應該有的 對劇情有沒有影響 對 即是我不用交響我可以嗎 我用另一手可以嗎 其實這個也是很背面的 因為那首歌其實是命運交響我 對 那些就是背面 反而你說 對 如果你說真的因為他叫命運交響我 所以他就選手 我就覺得他的處理很低 有點難過 對 你如果說用交響我 我自己心目中用得最出色 一定是發條產的 而他也真的有解釋到為什麼 在做那些暴力美學的位置 他會有過這個交響我 因為他不是解釋主角 他會聽這些 那你就合情合理 但你不是 現在 雖然我們現在也是揣測 因為他叫命運交響我 所以導演才用這首配樂 但就算我不敢揣測到 那我在劇情上 我看不到為什麼 你會用這首歌 去作為那些畫面的配樂 如果給我 我會覺得 如果他用自此的風景 你拍攝這個 其實我自己覺得 應該會好很多 因為他這麼壓抑 坦白說 如果這個人 如果你說的命運 是很厲害的話 當然你沒辦法說到 你才能做到 那你就要靠風景 對 你越壓抑就越做到 那種被他擊垮的感覺 剛剛說的很好 其實他在部戲裡面 我完全感不到 命運的風景 對 其實如果你說最風景 我沒那麼知道 我拍攝過天 最風景其實是開頭 你說他開頭做得好 其實他有的可能性 就是要觀眾容易看到 所以容易看到 我自己也覺得 這是他的可能性 所以他就說 為什麼林家用這麼多姿態 那些姿態的動作特別大 為什麼他描寫心理的時候 會少了 而描寫命理 因為他形象化 易做的事情 你看到可視 那就是沒有想像力 所以他就說 銀河影像應該很難想像 沒有想像力 即是他開頭已經是 他幫那個鳳姐 假死 假死 他怎樣表達命運來 大風落雨 哇 你跟著他 是 這樣嗎 現在是命運 如果他這樣 我會覺得命運很流 是 他要影像化 告訴觀眾 什麼是命運呢 就是你總之 Mateca的專輯 Mask of Puppet 那個專輯 命運就應該是這樣 如果命運很厲害的話 我們只不過是 命運所掌控的木偶 是 是 你怎樣都沒有可能犯狂 我們簡直是連選都沒有選擇 應該是這樣 如果命運是厲害的 其實你說 導演拍出來 他已經解錄了 當然是我們的馬後炮 可能是他覺得 我們剛才說過的結局是不絕的 他不絕的 兩人都很好 我覺得 我想拍到怎樣 當然是阿Jeff的對提命運的問題 如果他拍到 抽走林家棟是病的那一部分 之餘 結果最後鬥到是瘋了 是啊 我覺得這樣 反而是你這樣更好 比你只要是順天益天 就是那件事 就是命運是否 真的這麼簡單 不哥斯拉來了一樣 做了 走 下次再來過 就是你不是這樣的 這個你們有沒有看自此 沒有看自此 我沒有看 講一點 講一點可以嗎 沒所謂的 都這麼久了 因為我覺得自此 根據鄭姆瑞所說 這部電影是關於救贖的 嗯 他是說有個女孩 劉瓦瑟 在這部電影中 他錯手 累到林家棟的太太 躺在醫院 不好回應 所以他們一相遇的時候 那林家棟就很討厭他 嗯 經常打他 因為那個女孩 累到他太太這樣 他一直想救贖 所以他一直都幫他做事 譬如那個女孩 跟黑幫 那些毒品有些涉獵 那些 林家棟或者查案 他叫他去做 類似善人 那樣的 搞路 到最後 劉瓦瑟就被那個 我忘記了 類似是殺人犯 還是強姦犯 捉了去強姦 然後林家棟去救他 結果就是怎樣呢 因為劉瓦瑟一直想被林家棟救贖 那他最後怎樣救贖 其實他沒有說到的 但是畫面就是他怎樣呢 好像是劉瓦瑟 他最後是不小心握手 殺死了林家棟 嗯 那我覺得他們這樣挺好的 這些就是玩得住 是啊 你應該 如果你這樣說 他也是鄭寶瑞 這套也是鄭寶瑞 難怪你說 剛才咪後 你真的說這套是差一點 就是命外差 因為鄭寶瑞絕對要做到 那種壓抑 是的 你說他是不是很 其實這樣說 因為有些人說他很暴力 那些就是另外一件事 我又不認同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有壓抑的感覺 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 將壓抑的感覺 放在命案上 我覺得好很多 現在其實 某程度 你看不到壓抑 就是看到懸疑 就是小懸疑 和犯罪的感覺 是做不到那種 就是對抗命運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 就是 一來他的影像化是流 就是你打風落雨 就是命運 就是這裡有一點流 其次 都可能真的跟他的角色 描寫的數字是差 就是我都說 到現在我都在想不明白 為什麼陳澤敏一定要殺放者 是的 可不可以不要又是這樣的 不刪成這樣 不刪成這樣 所以就是有些 你一句話 就說 不能說我 你刪成這樣 他是不是就是把命運 濃縮 去一句 就是這樣 當然 這是你的解讀 但是你也要說服到觀眾 因為你正常 作為一個看電影的觀眾 都一定會想 為什麼一定猶豫是殺放者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對 你好像把職業 搞到每次有出事 一定是他們出來擋 我覺得有點是不太好 因為他說他能夠解釋 然後我就覺得他是靈計 但他沒有解釋 可能那些人會說 因為是奉者擬殺 你有一間房間 你操咏 露宿者也擬殺 你死了就沒有人知道 還是老宿者 所以說他這套東西 不是很差 但可以做得好的事情 有更多 沒錯 我评论一下其实我对这部剧没什么 我只是不认同命运他的描者 他的解读 我尊重他的解读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解读 这是他的其中解读 但如果你问我应不应该入场之前 我会觉得是要撑的 这一套真的要撑 要用撑这个字 不是野魔后 不是野魔后 我对导演所表达的顺天亦天 他认为他要交代的就是这个 他也交代了 他这样看命运我也觉得可以 他有经历 我是希望他在电影中保持一致性 可否是那个氛围就是那个氛围 不要突然搞笑 因为你现在不是要我想象 他如果真的保持一致性我会怎样看 而是现在真的跑出来让我看 我作为观众给了钱入戏 我觉得在我眼中至少是不可以的 没有一致性 就是那个 没有啊 没有一致性 你说我是插盘还是谈他 公道治的人心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是 但是你说是不是要买戏 可以的 可以去买戏 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想 尤其是香港电影 如果你想批评或者什么 你先看他 对 对 那么方便 你说当时疫情 可能入场看电影会更麻烦 对 你看完 然后 你就跟回你个人真实的感觉 去说出来 对 即使你没有看过 你看完的附片 你说出来的附片 令到你不准 其实也是正常的 对 他本来附片给你的就是 大概我给你什么 你刚刚看 你刚看就贵了 对 就是这样 那你又不是说 好像某部电影 你说某些问题 那你某些问题 你就说某些问题 你也讨论不到 里面那个美学的成分 那你就换了 但是 我估计这些电影 没有那些问题的时候 那你就 那你也 估计 而且要讨论 始终都是电影本身的 对 就不是讨论电影的周边 对 那你如果想讨论 讨论本身 还有我觉得 一定要有个习惯 就是要看电影 就要付钱 是 这个一定的 这个一定的 就是你先看了 我会觉得 对 对 对 sorry 不要住 有彩蛋 老闆不在读 老闆通常会说的东西 我有 找到 你找到吗 不是 不是出自我手笔的 不好意思 我硬要做的这件事 虽然老闆没有逼我 蚂蚁 哦 就是他用蚂蚁 最后的幕 他又开始蒙太奇 地进入那些位 为什么要用蚂蚁呢 因为香港人生活烦烈 就像蚂蚁一样 蚂蚁本来都是 一些很勤力 很有 打击尺 很有代表性 你真是打击尺 就是 香港人 他就拿来隐喻 他在水里挣扎 Evon快要死了 其实他快要出来了 但是水里挣扎 但他都不低头 他仍然有爬出来 这个电影 他为什么又爬出来 为什么又爬出来 为什么又爬出来 林家冬和Lokman 那边结局了 选择好了 然后他就真的出来了 好像那种 整件事 就是他在最后才会出来了 对 他仍然出来了两幕 不止的 不止的 他其实是蚂蚁的 哦 就是他拍了一段 他猛中间进入了下去 是啊 他在练习那些位置 那些没留意 他在比喻Lokman 究竟他会怎么做呢 现在不停打你了 即是他出来了 不停打击你了 你要杀他了 你杀不杀呢 还是不杀 然后再打他 你这么说 我这样觉得很无聊 所以那时候看完 又是没有想象力 而且是很... 其实你很硬 说了出来 就是他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用蚂蚁 为什么用蚂蚁呢 他已经没有口说了 好一点 就是用蚂蚁出来 你还要插他 哈哈哈 不是 这个通常 如果有遗Lokman 我刚刚致敬了Soul 他应该会正常说 是 通常到最后 他会突然说 一些形象化的 帮你... 帮你解读一些意思 OK 希望观众看到最后 我觉得挺好的 我这个演员不熟 还了心愿 我帮他还原了野魔盒的影响 等他没得说 也算是有些故意 陰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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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紧 这些特色 这集挺有意义 哈哈 这集真的挺有意义的 我觉得 我自己也想赚 你现在是不是没有了 看过人 不是 不是 今次套戏好 陰庸远在 我觉得老闆不在 如果老闆在 肯定更有意义 对 给他点赞 他会出现 对 他会想起他 对 为什么 他会忙 因为他找不到食 那他自然就回来一些 我相信老闆不是为了钱做的 有更大的志向 他喜欢香港电影 他才会做野蛮 不是 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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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的吗 你真的说到他只要选择 没得选择的 他打机的影片 打不择都是生成的 那些都没得选择的 你觉得他故意的吗 生成的 生成的 打机是生成的 老闆很厉害 他跟打机他告诉你 什么叫命名 即是他逆天 他这样 他照打 即是跟他不应该打 他照打 他照打 你打机 你打机就好像 你以为有得选择吗 没得选择的 没得选择的 打机 你遇到哪个boss 你那些 要选择的 你要选择吗 游戏本身就是设定好 你这样的 那是公平的 整件事 他打什么 即是你只要选择 那他就打了他的作用 他打他的作用 都是这样的 都证明他是一个 没有演戏的人 真的 真的很real 这个人 真的很厉害 绝对不是双美人 他真的这样 那也没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 照顾 赞好订阅 如果喜欢就留言 下支影片我们继续维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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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